看到封面点进来的小伙伴 左边这张照片呢 是我七年前时候的状态 右边这张照片呢 是我今天早上拍的 大家能看到我的发际线 似乎有了明显的后移 如果你这样看的话 就会发现我的侧面 这个位置 以及这边 还有上面 已经开始凸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一开始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基因 因为毕竟全世界有80%的男性脱发 都和基因有关 小伙伴妈 你有脱发的问题吗 没有啊 那我爸呢 也没有啊 咱全家都没有啊 那为什么只有我脱啊 想来想去 只可能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健身 话说我早就该怀疑健身了 因为齐宇老师已经证实过 要想变强 先得献祭自己的头发 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手臂练得可以啊 对啊 最近arm workout insane 卧槽 但这个你发现我的头发是不是越来越少了 你现在才发现你的头发变少了 在那一次练 C the shoulder price的时候 我在顶上spot你 我已经发现你卸顶非常严重 那你怎么才告诉我 你看我这头发发极限 你还说你自己 我 我怎么办 直发吧 不练了 不要 开个玩笑 练肯定还是要练的 但是我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方法是 既可以保住自己的头发 也能继续健身 于是呢 我就去查了一下 健身和脱发 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 So Jerry Do you feel like body building or you know working out effect your hairline I mean I mean It has in the past But I never really like Made it a big deal I mean I do have a recity hairline You never see it I know it's there But like it didn't like It didn't look like a progressive thing It's like It's not something that I like I really noticed happening It just kind of Over time it's just kind of kind of been there Bro What's the secret to your hair Bro no secret man You got that Perfect hairline And also The style man So every time I see him He has perfect hair 实际上无论是男生和女生 我们体内都有一种叫高酮的雄性激素 而高酮可以通过5α还原酶 这是一种催化剂 转化为二氢高酮 这个东西会和咱们毛囊里的受体相作用 让它变小萎缩 直至最终导致脱发 我的两个朋友都练了十年以上 但是他们的头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 因为取决定性因素的 仍然是咱们的基因 也就是你有多少受体 尽管目前从医学上并没有任何表示健身和脱发有直接的联系 但我个人猜测它是有联系的 就比如说我这种情况 也许我家里本来有这个基因 但因为不是很明显 所以我爸妈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然而我呢 因为长期健身的这种生活方式 导致我的雄性激素升高 加重加速了脱发的这个问题 当然了 这只是我的猜测 不一定对哦 其实在查资料的过程中我发现 除了健身之外 我生活中还有一些习惯 也有可能是造成脱发的原因之一 首先呢 就是从高中那会儿 我就经常会染头烫头 请忽略我的黑历史 其实我根本就不懂 我也不在意它对头发和头皮的伤害 结果呢 就是这些产品一旦接触你的头皮 阻塞毛囊 就很有可能造成脱发 所以如果大家仍然喜欢染头烫头的话 一定要注意 尽可能不要让它们接触你的头皮 而发辣发胶这种东西 每次用完也一定要清洗干净 以免伤害你的毛囊 而说到清洗 我犯的最大的一个错误就是 我洗头的次数太多了 因为我特别容易出汗 每次运动健身完都跟洗了澡一样 所以我一天会洗一到两次头 这对于拥有一个干性发质的人来说 明显对它有极大的损害 所以如果你也是干性发质 而且经常容易出汗的话 我非常不推荐大家每天洗头 而是两到三天用洗发水洗一次 平时只是用水冲一下 而如果你本身是油性发质的小伙伴 可以洗的次数多一点 从而避免你的油脂阻塞毛囊 造成脱发的问题 另一个我经常犯的错误就是 头发还湿着 就睡觉或者到处乱跑 因为咱们的头发上 有一个个像鳞片一样的角质层 当你湿着的时候 它是张开的 在这种状态下 它更容易受到损伤 从而脱落 所以每次洗完头 大家尽可能把它晾干或者吹干 而吹风机的温度 也要尽可能调低一些 从而避免高温对头发的损伤 各位 现在我来到平时理发的地方 然后问一下 平时多理发的理发师 我的头发到底有没有问题 Do I have a problem right here? I have this problem since you first time you see me First time I don't even know How about you Richard? Why you always wear a hat? When I was young I could wear it I love him I really love him Before marriage and after marriage 另一个有可能让我产生 现在这种情况的 就是压力 因为平时无论是工作 学习 缺乏睡眠 都有可能让咱们的荷尔蒙紊乱 最终导致脱发 所以无论怎样 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 找到让你产生压力的源头 看能不能想办法来改善它 对于我来说 就是睡眠 和做视频 那最后一个有可能会导致咱们脱发的原因 就是缺乏某种营养元素 科学研究证明 当咱们饮食结构里缺乏蛋白质 生物素 维生素A C D E 铁和新之后呢 都有可能会引发脱发的问题 尽管这一点我做的还可以 但是如果你平时的饮食结构里缺乏这些东西 可以尝试补充一些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脱发是因为其他原因 补充这些营养元素 并不能帮助你生发 OK以上呢 就是一些生活中我做的不太好 有可能会导致脱发的习惯 那到底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 可以解决脱发的问题呢 唉 答案是否定的 目前没有任何一种方式 可以彻底解决脱发的问题 首先咱们先不说 所谓生发洗踏水那种产品 就连美国FDA认证的 米诺蒂尔和菲娜循环两种药物 都有其局限性和副作用 我先说我个人的观点 我并不打算使用这两种药物 主要原因是因为 就算你前期使用它有一些效果 也必须持续使用 一旦停药之后 就会马上还原 甚至脱发更加严重 简而言之就是 药不能停 而另一个原因就是 菲娜雄胺是直接作用于 你的Alpha还原酶 也就是激素上的 我担心 它不光会影响我的男性健康问题 同时会影响我健身的效果 当然了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如果你打算用的话 一定要听医生的 OK 其实今天之所以做这样一期视频 就是因为近几个月以来 不断有小伙伴在评论区跟我说 帅哥你怎么变秃了 一开始我根本就没当回事 我心想可能就是因为 我换了个发型 或者是打光问题 但当问的人越来越多 而且当我问了周围的理发师 以及有经验的朋友之后 我确定自己开始秃了 当时其实有点难过 而且也变得很焦虑 我心想我每天吃这么健康 也健身 是什么情况 但现在我想通了 就有些事情 无论你做什么 都改变不了结果 只能去接受 我仍然会去做那些能做到的 比如上面说的那些习惯 但是就算我试了所有东西 如果它还是脱了 我也选择接受 大不了就攒钱吃法 如果大家跟我有同样的困扰 或者外貌焦虑的话 我不希望你们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因为这样只会让咱们掉更多的头发 如果你没有任何好的建议和方法的话 也一定要在评论区留言给我 救救孩子吧 那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